亲爱的大朋友们,小朋友们,你们好,我是爱多绘本的燕子。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故事是《十二生肖,谁第一》,是由海燕出版社出版。 小朋友们,你们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? 自古以来,中国人用鼠、牛、虎、兔等十二种动物来计算年份。 如果你在鼠年出生,就鼠鼠,在牛年出生,就鼠牛,又好记又好算。 但是为什么是这十二种动物呢? 为什么有些动物排在前面,有些却排在后面呢?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。 很久以前,玉皇大帝不断听到人类抱怨, 不知道怎么计算时间,生活很不方便。 因此,玉皇大帝想出了一个办法。 玉皇大帝在他生日当天,宣布了一条消息。 他要举办渡河比赛。 凡是能顺利渡河,并且到达终点的动物, 玉皇大帝将依照比赛的名字选出前十二名, 用他们的名字来计算年份。 猫跟老鼠两个好朋友都不是游泳高手, 因此为即将到来的比赛烦恼不已。 这时候,他们听到路过的老牛自言自语地说, 哎,我势力这么差, 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怎么可能赢得比赛呢。 老鼠抓住了机会,跟老牛提议。 亲爱的大哥,不如让我跟猫坐在你的背上, 告诉你正确的方向, 我们可以一起渡河啊。 老牛想了一会儿后,接受了老鼠的建议。 嗯,好吧,就这么说定了, 我们三个一起渡河。 猫这下可安心了, 还称赞老鼠脑筋转得快。 比赛前一晚,老鼠睡得很香很沉, 天亮了都不知道。 猫一大早就起床了, 赶紧跑到老鼠家, 用力地拍着木门, 大声地嚷着。 老鼠,起床啦! 别忘了,我们得在比赛中抢第一呢! 等老鼠洗完脸, 穿上衣服, 两个好朋友就出发了。 比赛开始后, 猫跟老鼠一前一后地跳上了老牛的背, 开始渡河。 老鼠喊着, 加油啊,老牛大哥。 猫也大声地加油道,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三个的, 哈哈! 老牛奋力地游啊游, 一路领先了其他的对手。 老鼠跟猫对于计划相当的满意,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, 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。 当老牛游到了河中央的时候, 老鼠偷偷地游到了猫的后面。 它想干什么呢? 老鼠突然把手上的杆子往前用力一推, 把猫推下了牛背。 猫从牛背上掉进了河里, 老鼠对在河里苦苦挣扎的猫说, 对不起啦兄弟, 我可不能让你和我抢第一呀。 就在老牛游到岸边要踏上河岸时, 老鼠抢先一步从它的头上跳了下来, 冲到了玉皇大帝面前, 成为了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动物。 在老鼠的轨迹之下, 卖力游泳的老牛只拿到了第二名。 玉皇大帝说, 我再次宣布, 老鼠第一名, 老牛是第二名。 没多久, 浑身湿淋淋的老虎四肢并用地爬上了岸, 拿到了第三名。 下一个到达的是兔子, 他采用了不一样的办法, 小心地踩着河中的大石头, 一路蹦啊跳啊渡过了河。 过了一会儿, 龙嗖地飞了下来。 报告玉皇大帝, 我在路上耽搁了一会儿, 地上的人们跟动物都没有水喝, 所以我先去造雨, 然后才赶过来。 仁慈的龙得到了第五名。 小朋友们, 你们还记得排在前五名的动物是什么吗? 第一名是老鼠, 第二名是牛, 第三名是老虎, 第四名是兔子, 第五名是龙。 这时, 玉皇大帝听到了马提声, 以为下一个抵达的是马。 他正要宣布时, 狡猾的蛇突然从草丛里穿了出来, 抢到了第六名。 马吓得往后跳了一步, 得到了第七名。 羊、猴子跟公鸡陆续从一张大木筏上跳了下来。 玉皇大帝对于这三个动物能一起合作, 感到很满意。 于是宣布, 第八、第九跟第十, 一次是羊、猴子和公鸡。 紧接着抵达的是狗, 几喘吁吁的猪拿到了最后一个名额。 十二个动物都选出来了。 大家正准备庆祝时, 突然听到喵的一声。 转头一看, 全身湿淋淋的猫在后面嚷着, 玉皇大帝, 我, 我来了。 小家伙, 真可惜, 你来晚了一步。 玉皇大帝同情地回答, 啊, 都是你这没义气的家伙害的, 我绝不饶你。 猫气愤地对老鼠大吼。 从此之后, 两个好朋友变成了敌人。 猫一见到老鼠就想起了这件事, 千方百计地想吃掉它。 而老鼠知道自己理亏, 远远地见到猫就赶紧躲起来。 现在我们用来计算年份的方式, 就是用这十二种动物的名字, 也称为十二生肖。 那你还记得有哪些动物吗? 鼠, 牛, 虎, 兔, 龙, 蛇, 马, 羊, 猴, 鸡, 狗,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 小朋友们, 你们知道今年是什么年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 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, 别忘了点赞, 分享和订阅。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, 拜拜。 如果还想听什么有趣的故事,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哦。 别忘了点赞, 分享和订阅。 谢谢, 下周见。